你现在收听的是古泰战第358集 好那今天的古泰一样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对这个盘设的一些看法 那上个礼拜呢 其实如古泰的预期 就是加速下跌的一周 甚至于大家有看到礼拜五的夜盘 其实台子期没有破敌 可是美股已经再次的破敌了 那究竟落敌点 有没有办法如古泰的预期 在下个礼拜 到下下礼拜 10月中旬之前 等一下古泰会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潜见 那古泰很久没有问大家一句话了 叫做最近你好吗 最近大家还好吗 那今年呢 确确实实 大多数台湾的投资朋友 基本上应该都是非常新累的一年 那这个新累呢 谁累 其实大部分应该是只会做多的投资朋友 很累 那空军累不累 空军其实也蛮累的 这个被上下刷洗 有时候干嘛被拔 也很容易体无完肤 那最不累的是谁 最不累的就是今年完全没有看盘 没有交易的人 这个最不累 他过他的生活 他做他的工作 过他的男女朋友 过他的夫妻生活 去旅行旅行他的 学习学习他的 所以今年啊 确确实实 其实谁是最大赢家 你如果技巧比较高深一点 当然啦 空军今年几乎一路转 天天转 那多军呢 你反弹没有跑的 古泰在跟你市井的时候 你也当耳边疯的 基本上今年就是一路套 天天套 抄底也套 那个底都不是底 那今年呢 如果古泰之前有跟大家讲 你要嘛 你就不要在市场上 再丢学费进去了 我宁愿你把那些钱 拿去吃喝玩乐 拿去上课 拿去买什么挖克 衣服 鞋子 包包之类的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觉你今年 古泰多久就叫大家不要做 古泰多久就跟人家提醒 对不对 反弹你要处理 对不对 反弹你不处理 现在点人这样 大家懂意思啊 对不对 今年其实最大赢家 古泰觉得 今年就是 听古泰的话 乖乖的 就不要进出了 你就是干嘛 把那些钱好好的存起来 你要吃喝玩乐 要买包包 买鞋子 买衣服 随便 对不对 你甚至于把这些钱 利用在今年 你不会做空的投资朋友 你利用这 百年难得一见 百年难得一见的大空投 你利用现在 把自己的功夫底子学好 打好不是很好吗 你硬要把钱砸进去 想要赶快把赔的赚回来 那请问一下 你有赚到吗 今天很重要的一集 其实古泰今天会特别针对 接下来到年底 跟大家讲一下 目前古泰的一些看法 跟一些规划 甚至于到明年 古泰会有一些 我希望大家自己在操作的 部位资金的控制上面 还有个股的部分 非常重要 今天古泰会讲一个 比较中长线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原则上 你今年已经套成这样了 其实古泰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反弹这么久 给你解套你也不讨 高档 古泰教你避险的方法 你也不放空 你也不自己做一下避险 坦白讲 现在真的进退两难 古泰只能帮到这 只能帮到这 那接下来到底下个礼拜 到10月中旬 有没有机会初步做一个落底点 我觉得落底点可能快到了 可是这里的落底点 会不会以一个 以跌止跌加速崩跌的方式 是有机会的 所以 我客人觉得来个崩跌才会止跌 那这个崩跌其实很多人 确确实实在今年历经九个月 很多人快撑不住了 那融资你说有多杀多吗 古泰还没看到 所以呢原则上 这边 古泰从上个礼拜看法都没有变过 很多人看到盘中 拉个一个小红 古泰那时候夜盘 我还跟你讲 弹就让他弹 古泰的看法还是没有变过 你如果听得懂了 你说听得懂 听得懂了 这一波的大跌 可不可以躲过危险 还是可以 好 那接下来呢 古泰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的一个看法 那一样在分享之前 欢迎请新朋友 帮古泰在YouTube登录之后 按下 我喜欢 重点是subscribe订阅 开启全部通知小铃铛 古泰银站本身不盈利 你跟我也没有任何的对价关系 本影片内容仅供参考 只为古泰每天之一盘后 盘盘练习的Vlog 请问以此作为实单交易的依据 影片中的数据 就有公开的事实资讯 为既有技术分析之理论 且亦非为盘中及时资讯 此为提供力什么理念 学用途不具有任何投资决策 建议交易本身一定有 装有陪投资前 请务必独立思考 审慎平复并置付 应会及交易风险 好我们来看一下 古泰 在这个EP357集 完美预警 先割再收 你躲过大赔了吗 古泰还是一样那句老话 我还是一样那句老话 你没本事躲过大赔 后面的财富自由 都跟你无关了 这句话 古泰历年的大崩盘 我都会讲 我历年的大崩盘 我会讲 COVID-19那时候我也跟你讲 历年的大崩盘 每一次 包括去年或前年 5月份那一次 两天2400一点 我也跟你讲 每一波的下跌 我都跟你讲 你没本事躲过大跌 后面的财富都跟你无关 对不对 唯一 唯一 跟你有关的 就是干嘛 你钱很多人了 钱很多人了没差 钱很多 你就算没有躲过大跌 没有差 反正那之后会涨回来 对不对 你低一点再买 对不对 有低你就买 有低你就买 台股今年从18000多点 跌到现在13000多点 已经跌了将近5000点了 对不对 你1000点给他买一下 1000点砸个100万 2000点砸个200万 3000点给他砸个300万 4000点给他砸个4000万 对不对 有钱可以这样玩啊 问题你也有钱嘛 对不对 古台有跟大家讲啊 古台也是小散户啊 大家都小散户啊 古台创立这个频道 我就是希望能够照顾到这些小散户 为什么 大家都小资主啊 你看台北一个月工作 现在一个月多少 对不对 你跑福便打 或者是跑乌克力池 现在跑一单多少钱 对不对 大家都小资主啊 我们没有办法跟大户比啊 大家不要always用你自己是大户的思维去看你的交易策略 人家干嘛 大跌就买大跌就买 拉高就空拉高 你玩得过人家是不是 本多中胜 确确实实啊 可是我们今天小资主 古台有跟大家讲 你不用管人家说喊到哪里啦 对不对 我可以大涨大跌震荡上下来回刷洗3000点 3000点之后 之后 假设未来几年看到2万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 可是你这大涨大跌的三四千点的股票 你已经可以干嘛 腰斩在腰斩 人家腰斩之后咧 起子创新高 坦白讲你股票还是在底部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啊 古台有跟大家讲 小资主 你就做好 你是小资主 应该要有的什么 规划 交易成本 你自己要规划 古台有跟大家讲 你不要跟我喊说 年底会上看多少啦 对不对 喊归喊 外资天天都马在喊 目标叫天天都马在喊 所以咧 有哪一个有到的 你每一波转折做就好了 那 今天呢 古台会特别的跟大家讲一下 未来到年底 甚至于到明年 大家在这个选股的操作上面 还有资金的分配上面 你自己要考虑清楚 台股走了十三年的大多头修正 你说修正九个月就结束 那个根本就是天方夜谈 你不用奢望 好不好 不用奢望了 明年继续修正 明年继续修正 包括古台有跟大家讲 很多人会拉什么 拉什么 你看我的 我的怎样有的没的 我的股票 这档股票你买进去怎样 你看五年的投报率多少 定期定额 然后存股干嘛之类的 大家自己去想一下 十三年的大多头 你拉三年 你拉五年 你拉七年 你拉十年的投资报酬率 怎么看都一定是漂亮的啦 因为十三年的大多头嘛 对不对 十三年的大多头啊 你这里 再怎么样去回撤 三年五年的绩效 每一个绩效都马爆表 都马很好看 可是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哦 这里其实存在了什么 样本数不够多 你存在着样本数不够多 对不对 你存在着幸存者偏差 幸存者偏入 这是古代很常跟大家讲的 所以呢 原则上啊 这个 一样啊 看了古代的影片这么久 大家去想一个问题 如果你会抓高低点 高低点跟绩效曲线哪一个好 有时候一个低点或者是一个高点 你刚好顺势 我们不要说永远卖在最高点 也不要说永远买在最低点 你如果可以大致上抓一个range 哪边是相对高哪边相对低 对不对 省过你几年的时间 省过你几年的时间 我们都知道股票买低卖高嘛 维效曲线嘛 维效曲线是定期定额的维效曲线 那你定期定额 我可不可以抓一个相对高跟相对低 可以吧 你今年0050或者是今年你要定存 你要定存的买在今年18000的 17000的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对不对 股台多久 今年年初就给你市井 今年就是走空头 不要说台股啦 基本上全世界都一样 对不对 你今年逢高解码一些些 低点再稍微接一些些 对不对 你赢了多少人 你赢了多少人 我希望大家在这个 不论你看不看得懂 那至少古代的YT 大家可以 古代希望自己的YT 可以给大家一些想法 那古代YT创了两年 创了两年 基本上 我相信了 我已经 带大部分 应该说很多人 曾经救过非常多的家庭 曾经救过非常多的家庭 如果你每一次的大赔都有夺过 现在你才有本钱进场 你才有本钱进场 你如果这几次的大赔 一两千点 跌点你都没有躲过 现在假设跌下来 你还有现金可以买吗 你完全没有 因为你套都套在那边了 你套就套在那边了 就算让你有现金可以买 你又能够买多少 所以其实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你明明知道答案在那边了 你既然已经知道相对高跟相对低在哪边了 那你何必呢 定期定额可以更有 更有效率的 更有 基本上你如果 除了定期定额之外 你又干嘛 你又干嘛 能够自己又再学一套技巧或功夫 你功夫在手 你自己就可以判断说 哪边是相对高哪边是相对低 那这样你的操作胜率是不是可以提高 所以呢古代这357集我就跟你讲 完美预警仙哥在的时候你夺过大牌了嘛 今年的低点 占看这两个礼拜 好原则上古代看法没有变 可是呢接下这两个礼拜 会不会来个急速封别的方式 是有机会的哦 是有机会的 好我们直接先用一点时间了 在最后跟大家复盘一下 来这是EP357集 好356集 六天前 六天前什么时候 就是今天了 今天前一个礼拜日 古代跟你讲什么 下礼拜就是加速下跌周 哥哥行请持续 IMG没看到收的讯号 请勿照进街道 这是我跟你讲的 好355集 我也跟你讲 假跌破讯号出现 站稳你才能慢慢的看多 没有站稳之前 你绝对不可以摸 好那10月份的法人万昌 古代就跟你讲 对不对 人家答案都给你的 对不对 你自己不抄了怪谁啊 对不对 很多人在那个13000 713800就以为这边是敌了 人家法人万昌就跟你讲 14423 啊你是那么早抄干嘛 你是哪里有问题啊 对不对 你是哪里有问题啊 答案都在这边了 你还不抄 啊抄完现在下礼拜 下礼拜 假设破了个万三 古代也有跟你讲哦 如果大家有仔细看的话 我们再回头 再往前看吧 353期 353期 我跟你讲什么 圣防多头回马枪嘛 先 收割收割 先后顺序很重要嘛 大家去看一下11天前 那时候台股在哪里 11天前台股在哪里 很屌欸 屌到爆炸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 好啦随便啦 那时候台股在这个range 我还跟你讲 我已经看到人家要收割了 我有跟大家讲嘛 要先有割才有后面的收嘛 我多早之前就跟你预警了 你现在下跌跌到这边一两千点 你才跟我在那边 对不对 现在才要担心你不觉得太来不及了 对不对 好啦我们平常上班 你没有时间看股泰的影片 至少吧 至少吧 盘前都可以挂单嘛 像我现在 现在礼拜日嘛 我都可以挂月月端 明天股票我要出在哪个位置 明天我要放空 我要放在哪个位置 我就算没有办法看盘 我可不可以干嘛 把我自己手上的股票 太弱流强一下 或者是减码一下 这些都可以啊 可是大多数的散物 已经套到不知不觉了 而且 也不想逃了 因为 现在坎 等于 我一档股票 我已经赔了 可能有的赔了快七八十%了 你可能也不知道现在该不该砍 确确实实啊 一档股票赔七八十% 或五六十八 股泰也不知道要不要砍 这边会不会砍在底点 股泰也不知道 股泰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啊 你要我报波段的股票 股泰停损 我不会超过二十啊 十五的差不多要减半啊 一档股票 你如果赔钱 现在涨停板多少 十%嘛 十%嘛 对不对 股泰也有跟大家讲 你一档股票 只要赔超过十五% 代表你方向错了 你不要跟我讲太多啦 代表你方向错了 错了就是砍 你现在一档股票赔到七八十% 你要股泰怎么给你建议 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你建议 因为对股泰来讲 从来没有这件事情 没有这回事啊 你停损就是停损 出了就是出了 大家应该 那个七月十七号那一堂上课 股泰有给大家讲 你停损 你赔了多少钱 你要花多少时间赚回来 你们自己去看那一张表 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吧 11天前 353集我就跟你讲 盛防多头回马墙 那时候呢 金管会那时候不是有新闻吗 每次大碟就有新闻要出来 他就跟你讲 这边很有机会有一个收割行情 你要等到金管会出手 等到国外基金出手 这边一定会先干嘛 什么叫收割 先割完才有收啊 这时候你就要快跑了 这样听得懂没 然后呢 那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来看一下社群 好那这个讲一下 这个 那个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明天高手来分享了 10月7号礼拜五 晚上8点 大家记得 锁地一下FB的一个粉专 这边我们 应该 这边 刚好有一位高手 愿意在这个 大家 这个 信心不足的时候 那个 今年惨兮兮的时候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记得 准时上来 好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古泰几天前 我们就直接倒推啦 倒推啦 这个有点讯号了 夜盘以及下周回撤 看能否撑过落地 假日再来跟大家分享 古泰就跟你讲 夜盘 即下周 回撤 啊你是在追什么 你夜盘你到底在高兴什么 你在高兴什么 对不对 你在高兴什么 夜盘有没有回撤 所以呢 一样啦 这边目前 还有一点点机会 他现在是走回撤盘 现在是走回撤盘 看下周边有没有手啦 我个人觉得下周边 以目前美股来看 应该是不会手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先把这个盘复完 台积电还蛮好笑的 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张图古泰之前做过了 这个你看台积电5分可以 古泰都拉5分可以 来 大盘我来护 最后一盘都被干下来 最后一盘都被干下来 那他比较小看 这几块 你知道吗 425.5块 最后硬生生的给他干下来 干2.5块下来 2.5 干3.5块下来 这很多 这很多 台积电你看 等一下 等一下古泰 带你来看一下 前几次的 那这个是礼拜几 这是礼拜几 礼拜 礼拜五 古泰还是那句老话 古泰看法 我还是没有变 昨天我也跟你讲了 有变会跟大家说 大家看到什么美元转弱 不要那么自以为 好不好 对不对 这一波我可不可以来个股会再双杀可以 为什么不行 然后咧 我也有跟大家讲 时间跟资金请你分配好 一次压 跟慢慢压 结果全然不同 下礼拜假设 等一下古泰会讲 最糟的情况下 还有一千点要跌 最糟的情况下 还有一千点要跌 这一千点你再跌下去 你就局了 除了现货追缴考量之外 还有政策面影响 极短线的落底点 古泰还是跟你讲 这是礼拜五的早盘 我跟你讲的 我还是张看下礼拜两周嘛 那你这么急干嘛 你到底在急什么 不知道堂堂管管会不会偷袭嘛 对不对 那北溪炸裂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下 那北溪为什么无缘无故会炸裂 对不对 那你要炸裂他 诶 也要有一定的技术 到底谁能够 到底谁有这个本事 大家去思考一下 反正喔 今年喔 反正喔 哈哈哈 你可以看到背后的阴谋 就是不希望五四涨就对了啦 那你听到没有 现货序落下 追缴行情还没看到 台股压力还是很大 前几天不是有人 古泰有看到新闻吗 有一些节目在看说 这个融资减了六七十亿 还干嘛之类的 六七十亿 六七十亿 请问一下是很多吗 对对 你都还没看到追缴的 追缴的或融资断头的 再来看啦 才会止跌啦 割要割到哪边才会见谷 见谷之后就有人干嘛 帮你收了啦 所以呢原则上 古泰还是跟大家讲 压力还是很大 那前天呢 古泰也在课堂特别提醒了 这今年这个时空背景的 净空 对台股中长线不一定是好事 COVID-19那时候的净空令 为什么有效 因为干嘛 就很单纯了 它就是疫情 它并没有什么 经济面的一个问题 它很单纯就是疫情 可是今年的净空呢 时空背景有一样吗 今年假设现在要搬一个 限空或净空令 请问一下时空背景有一样吗 疫情是短时间因素嘛 很有机会长回来嘛 对不对 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现在时空背景是干嘛 架构在什么 钱太多 然后呢 通货膨胀 恶性通膨 停滞性通膨 那未来 包括今年还有一个地缘 政治冲突 地缘政治冲突 连锁反应 引发了其他的 消费或者是民生 等等之类的 今年后面 包括什么 房债 股惠室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东西 今年的时空背景 跟 2020年COVID-19的时空背景 请问一下有一样吗 那股胎在这个前 前几天我也有特别 加入一个影片 跟这个7月17号 还有9月24号上课的学员们讲 净空或者是线空 现在是线空啦 净空这件事情 基本上谁最受最大影响 一定是手上筹码很多的人 才会担心嘛 普通小伞路你再担心个屁啊 对不对 普通小伞路你根本不需要担心嘛 现在会怕的是谁 净空令搬不搬下去 最怕的人是谁 最怕的就是手上筹码太多的 张天的懂没 手上筹码太多的啦 他才会怕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净空的猜想 是否已经发酵 先卡位未知嘛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礼拜那时候 听说有机会 你这个金管位要开 我要干嘛 单日龙圈暴征 对不对 你觉得这些人在干嘛 你觉得这些人是不是提前卡位 是不是在提前卡位 那古泰 今年如果大家 如果仔细持续 看古泰的影片的话 你只要古泰的影片没有中断 每一集你都看的话 针对加权指数跟贵买指数 古泰有没有跟你提醒 今年的龙圈 古泰不认为是散户的龙圈 我认为是特定人士的龙圈放空 我有没有跟你提醒这句话 对不对 今年的龙圈都不是干嘛 白烂型龙圈 都不是啊 都不是罢咖型龙圈 都是非常厉害的龙圈 古泰有没有跟你提醒 你现在事后回头看 古泰有没有讲的 基本上几乎啦 都验证 几乎都印证 所以呢 你说这边的龙圈 到底是聪明型 还是罢咖型 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 你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 然后呢 我们来看前几天 古泰今天不录影 一样等数据公布 看法如果有变 古泰会PO社群 那礼拜四古泰没有录影 所以古泰就PO这一张 那古泰也跟你讲 我看法这一周 就是加速下跌周 古泰完全看法都没有变 我也不会因为夜盘涨 然后呢 或者是大盘涨 我就跟你改变我的看法 看涨说涨 看跌说跌 古泰一样的句话 我就说看法不变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被偷走的那五年 这个是张啸泉跟那个谁 我记得好像杨成年还是谁演的 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古泰那一天 就是9月29号 因为没什么好讲的啦 古泰就跟你讲看法不变 那现在跌到哪边 才是一个比较像样 可能有机会的止跌 这个是古泰9月24号指标 给你看的 那这个如果之前 古泰在六七月我也有做一集 我也有跟你讲 那古泰呢 现在用这个八月份 最亲证交所的公布的数字 我直接反推回去 以现在的位阶来讲 以现在的位阶来讲 历年股灾 红色的部分是2008年 历年股灾最低的本益比 股价净值比跟股价值利率 这是历年股灾哦 历年股灾 那我也很坦白的跟大家讲 今年此时此刻的时空背景 不会输2008年 不会输2008年哦 你可能看到今年没什么样 没什么事情 可能maybe到年底 古泰等一下会 跟大家讲一下到年底可能的状况 可是明年 明年古泰觉得才是重头戏 古泰觉得才是重头戏 所以麻烦大家记得 我们空头要 一个多头要涨 一定会什么 起涨嘛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嘛 什么一档股票起涨 我们有一个起涨段 一个叫做什么 出生段嘛 再来就是主生嘛 再来就是末生嘛 一样嘛 空头现在走了一个什么 出跌 你还有一个主跌 主跌完还有一个末跌 还有一个末跌啊 不要小看这个 我再跟大家讲一次哦 你股票起涨 是不是有一个出生段 出生段还有一个主生嘛 那大部分像长龙 长龙在前面两年 就是走一个什么 非常漂亮型的 海运类鼓非常漂亮型的什么 主生跟末生 大家懂你意思吗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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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暴跌 现在暴跌 所以一样 多空都是循环的 你一档股票起涨 一定有一个出生 再主生 主生会有一个什么 邪恶第五波末生段 对不对 现在空头也是一样啊 你一个出跌 再来一个主跌 主跌还有一个末跌 所以 古泰再跟大家强调一次 现在此时此刻的时空背景 跟 不会比2008年差 不会比2008年差 那古泰做这张表的时候 古泰这个就是 红色的部分就是 不确定是不是2008 古泰还要再去看 反正古泰统计历年台股 证交所现在有的历史资料 把它全部回撤 最低点 本益比 曾经最低点跌到9.53 好 8月 在曾经最低点的净值比跌到1.06 那曾经呢 最低点的殖利率来到10% 好 重点来了 古泰用这个数据 在反推8月份最新公布的 证交所的一个数据 我直接很清楚的跟你讲 现在 现在台股加权指数在哪 加权指数现在是多少 好了 最低点13274 所以以现在台股的一个本益比来讲 以现在台股的一个本益比来讲 现在其实大概接近在9点 呃 你看哦 10 本益比10倍的话是来到13806 台股的本益比10倍 所以现在 我们现在其实台股的本益比 已经在10倍以下 大概9点多 大概9点多 那 历年最低本益比呢 来到9.53 所以来到9.53 其实下礼拜应该就看到了 13274 那历年最低本益比 古泰现在估大概是 用现在的数据 因为9月份还没公布 用8月份的数据去估大概在 13157点左右 那一样嘛 我们再从这个净值比来去看的话 历年最低股在 曾经净值比来到1.06 来到1.06 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现在在 我们现在大概在1.8 现在在1.8 我如果来到1.06 你知道台股会跌到哪里 跌到8000点 台股会跌到8000点 这个是历史数据哦 这是历史数据哦 所以呢 你说台股在明年 会不会看得到 明年可能有机会 今年应该没有 今年应该没有 明年maybe有 不确定 这个是古泰用历史数据回撤 那当然了 过去的绩效 不代表未来的获利保证 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呢 古泰有跟他讲 你自己心里有一个底 台股现在 你用本益比的角度 现在到底是贵还是便宜 每一个人定义不太一样 像台股 你看台积电 那时候干嘛 600块 对不对 人家还是觉得很便宜嘛 有人觉得400块不够便宜 所以呢 便宜跟贵 基本上很主观 很主观 古泰今天利用 填这张表 是要让大家心里 你自己心里有一个OS 自己心里有一个底 好不好 在曾经最低的股災 跌到殖利率10% 10% 以台股现在8月份的数据 股泰换算下来 要跌到7200 跌到7200 来到7200 我跟他讲 闭着眼睛 all in也没差了 你真的来到家 7000多 这个all in 古泰也会all in 对不对 基本上 来到这个 通常很有机会看 比如说 通常会来到这边 基本上可能就是干嘛 可能打仗 可能 maybe就是战争 打仗 那打仗 我跟他讲 你不用奢望你的股票买最低 可能每一张股票都变废值 变壁值 所以呢 基本上 你说会不会来到这边的 这个位阶来讲 其实 我们不用太过度的悲观 那 这张表示要告诉大家 现在台股的本益比 现在大概在9点 大概在9.6左右 现在大概在9.6 那台股现在的股价净值比 现在大概在1.8 大概在1.8 你自己心里有一个底 1.8 1.9 大概在1.8 1.9 那现在台股的一个殖利率来讲呢 现在台股一个殖利率来讲 现在应该是在 maybe应该是在 我们取一半 大概是5.5左右 大概是5.5左右 好 我们今天在看殖利率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就去看一下现在的CPI 核心CPI 大家去看一下 上一次公布值 上一次公布值 这次公布值在8点 8点几啊 我都忘记了 上一次是8.5嘛 然后再来是什么 8.3嘛 通膨现在8.3 你现在买进台股的股票的殖利率 只有多少 只有多少 只有5点多 对不对 所以咧 如果我们要追到跟通膨差不多 你今天大家记得啊 常常大家应该有听过 你把你的钱放在银行 对不对 就是长期下来 基本上你的本金会被这个通膨吃掉 有没有 大家应该常常听过这句话 啊一样啊 放在股票也是一样 放在股票也是一样 对不对 我今天做股票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应该会跟你讲 啊你钱不要放定存啊 对不对 你钱要放在那个 每年年化报酬率多少%的一个 你才能战胜通膨 这个是以前常常有人跟你讲的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如果用通膨这个数字 再去反推 以前的通膨也没有那么高吧 对不对 以前的通膨 现在的通膨拉到这么高 我们以前换算成以前的通膨 可能两%三% 那你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你钱放在银行 定存 长期下来你会被通膨吃掉 没有错啊 因为银行之前 曾经来到多少 一点多%嘛 啊你通膨平均大概在两三% 你通膨平均大概在两三% 当然啊 长期以来你钱放的就是会干嘛 白白的被通膨损失掉 这一定的 对不对 所以蛮多的投资朋友 蛮多的老师或者达人会跟你讲说 你钱不要放定存啊 你放定存 仓气下来 你放个20年30年 通膨都是持续稳定的成长的 那你放在那边钱会被吃掉 对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大多数的人都会跟你讲说 钱不要放定存 你把钱放进去 投资报酬率 年化报酬率 假设比如说有5%的 或者是几%的 那个比较稳定一点 你可以享受复利的感觉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耶 假设现在通膨那么高 来到8% 假设接下来又更高或干嘛之类的 台股现在的殖利率才多少 你殖利率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报酬率 对不对 包括现在 公债殖利率 为什么公债殖利率 干嘛 喷成这样的时候 很多人会认为说 今年股会是双杀 为什么 就是因为干嘛 我现在台股的殖利率 一样嘛 现在大概在5点多% 对不对 啊你通膨8点多% 对不对 你中间这个range 这个range 其实蛮大的 蛮大的 那跌到哪边才算便宜 所以这个 其实大家要自己 要稍微去思考一下 要去思考一下 好不好 好 那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古代9月29号的指标 基本上这个 古代 基本上 大概 大家可以粗估 你自己心里也有一个底 加权指数在哪里 5年限 在13,019点 贵买指数的5年限在哪里 169.91 台子旗的5年限 是在12,965 其实大概都在13,000附近 那去年折腾了两年 从8523长到18,瞬间转眼云烟 瞬间转眼云烟 大家如果有看过这部影片的话 这部应该是国片 电影 张孝权跟那个 我记得女主角应该是那个 刚刚刚刚刚讲一个名字忘记 梁成林 那基本上 大家就自己稍微 去思考一下 什么叫被偷走的那五年 也就是这五年 你跟我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们从来没有认识 我们从来都不认识 就像渣男一样 one night day之后 我们还是朋友 我们有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 所以呢 钱就这样不见了 这两年 无限QE的热钱 就这样不见了 那古代也有跟大家讲 那个股价涨 你要获利 要40的获利 你不要报上又报下 现在买进去的成本 假设来到五年线 对不对 你跟我的差别 你跟五年前的自己 你跟五年前的其他散户 五年前的其他主力 大家都一样 也就是说 这五年的时间 你高点没有出 那是你家的事情 对不对 这五年的时间 你有出 你就是赢家 你没有出 不好意思 你还是一样 不要说你买在最低点 这五年的期间 高点你没有出 现在回来都是大家一样 一视同仁 一介平民 大家都一样 这五年 不管你再怎么疯狂 你曾经是少年股神 曾经怎么买 随便设遍 随便都赚 你如果没有出掉 转眼还是一样 一场空 存股足也是一样 你辛辛苦苦存了五年 你辛辛苦苦存了五年 扣掉你领到的配股配席 你还是跟大多数的投资朋友一样 这五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这五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所以呢 原则上 股菜还是那句老话 短线交易 跟长线交易 当然啦 波段你可以存股 你会现在发觉 很多存股的老师 其实都不怕 因为他们买在非常低 你买在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他妈这样怕屁 都零成本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都不会怕 可是你如果这五年 才开始存的 你可能真的要怕 除非你可以保证 就像其他老师讲的 二十年我都不用看盘 不用盯盘 你如果这笔钱 能够放个二十年 完全不去理他 那我没有意见 可是问题 你如果 你投进去的钱 不是闲钱 你是希望能够投进去 然后赚一点零用钱 然后干嘛 出来用的时候 你要有那个心理准备 可能要套很久 五年现在一万三 十年现在一零九三零 10887 那以往国安 其实古泰也蛮压抑的 这一次国安 蛮 很快就说要宣布进场 那你说会不会是因为选举的关系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他背后有什么政治考量 为什么叠到 才叠成这样 就要护了 古泰也是觉得蛮奇怪的 而且这次各种手段都来了 各种手段都来了 进攻也来了 限攻也来了 然后国安也来了 前几天呢 那个什么外汇管制 连外汇管制这个东西都出来了 就说出来 连外汇管制这个东西都讲出来 你说背后到底 有我们什么看不见的利空 古泰也不知道 坦白讲真的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坦白说 现阶段来到这个位阶 其实大家 你自己心里要有一个底 自己心里要有一个底 台股连五年线都没有碰到 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 以往的国安进场 以往国安要授权进场 都大概在十年线左右 这其实大家都知道 包括去年的COVID-19 有没有跌到十年线 有耶 可是今年为什么这么反常 还没破 不要说五年 那时候宣告的时候在哪里 大概在四年 四五年左右 没有耶 大概在四年线 可能三年线或四年线 那时候 干嘛 就已经宣告要进场 然后呢 进空那时候 也有提这个概念 出来了耶 也有提了耶 然后呢 然后呢 现在连什么外汇管制 也出来了耶 你说 现在很多东西都 在还没跌破五年线 就已经全部端出来了 你觉得后面还有什么手段 假设未来再跌下去 假设未来 或明年再跌下去 接下来到底还有多少 护盘手段 真的很难讲 真的很难讲 你连必杀计 都端出来了 在还没破五年线 你都必杀计都端出来了 那后面呢 那后面呢 到底有多少 经济面 美股 已经连三度的GDP 连三季度的GDP 都是负数 都呈现下跌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大家要去思考一下 到底后面 有我们什么样 看不到的利空 不然为什么台股 这么反常 在还没跌破五年 就已经这样 还没跌破五年线 国安就出来了 然后现空也出来了 然后呢 外汇管制 虽然现在不会外汇管制 可是你无缘无故 去提一个外汇管制干嘛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悲观到 或者是后面看到什么东西 现在连外汇管制都出来 你平常 对不对 那时候Covid-19你有听过外汇管制吗 没有 我也没有听过 那时候Covid-19 你有听过 听过外汇管制这个东西吗 也没有人敢讲 现在已经可以干嘛 我不管是无意的 还是无中生有 anyway who care 可是你今天讲出口 就是代表你可能最近 有在想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大家要特别留意 后面到底有多少隐藏性的利空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或许这边就是 就是未来的底部 可能接下来明年万后年 只充2万点 anyway 可是你自己心里要一个底 为什么这些人 台股今年 我古泰真的觉得 今年是异常的反常 你说是选举也好 anyway 或者是美国其中选举也好 这个大家要自己心里要一个底 好不好 自己心里要一个底 好 古泰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 那一样 我们把 其实古泰今天要讲的东西 都在这里面了 那这个古泰有跟他讲了 你就等到点来了 人家法人万昌 得手了 你要尽多都来得及 不用挤 你在挤什么 你到底在挤什么 13800 13900 就有人想说 这边是底部了 谁跟你讲是底部 人家法人万昌 就告诉你答案了 你不操 那怪谁 我还是跟他讲 空方加速度的盘 请你留意一下 日夜盘有可能不同掉 追脚行情 原则上下礼拜应该接下来有机会看到 那通常我们追脚 可能就是发酵时间大概是两天或三天 今天通知追脚 可能接下来的发酵日 你如果不补 不补钱进去 接下来的发酵日可能在后面一天跟两天 所以原则上下礼拜我个人觉得压力还是很重 那礼拜一二再跌 礼拜一二再跌 那追脚 断头令 砍单令 大概就在三四五 所以下礼拜大家也不用太期待 好不好 那古台的看法还是一样没有变 基本上古台也有跟大家讲 原则上 13700 13800 你去低阶买的筹码 认为这边是底部买的筹码 古台也有跟大家讲 反正大概等到这些人停损 你要看到13700 13800去买的人停损 大概这边差不多是底部了 好那大家再试着思考一下 如果13700 13800你去买的人 你什么时候会停损 你站在一个 这些自以为 这边是底部的人去买的人 你想一下 他们什么时候停损 原则上我个人觉得 13700 13800 如果这边 我买的人 我破万三 或来到万三 我会停损 我会停损 所以呢 所以呢 原则上 这个 在跌 正常情况下 散户等跌个三百点 就差不多去了 那你如果比较会凹单的 习惯凹单的人 可能会干嘛 反正我个人就是认为 这边是底 一万三千七一万三千八 我卡贝了 破万三我就出 我就停损 所以万三是很有机会到的 这样听得懂吗 OK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好不好 然后顺便讲一下这个 刚刚是七号 七号是礼拜五 礼拜五的晚上八点 我们有民间的高手要分享 那这个八号早上 八号早上九点到十二点 古泰会帮 你只要有订阅 有使用工具的人 基本上古泰会免费帮你上 免费帮你上课 那这一堂课古泰一样 会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可能蛮多是 蛮多是不是 年初 订阅的 很多人可能就是年中 过后 那古泰这一堂会直接帮大家做总复习 那你如果是新手 也不知道TUMD是什么的 或者是 有一些 古泰今年上半年 曾经教过的一些东西 如果不太懂 其实古泰在这一堂会帮大家 做一些总复习 所以呢 原则上 这个早上三小时的课上完之后 大家就可以去过国庆年假了 开不开心 非常开心 这个国庆年假有几天 八九十啦 三天的时间 所以 早上上完课 下午大家就可以出游去玩了 好不好 那你如果原本已经有安排行程 也没有关系啦 反正那个影片都会保留 你们可以就是 出游玩回来再看就好了 OK 那古泰刚刚已经讲了非常多了 好 那我们再回归到这一个 其实下礼拜 古泰直接带大家来看一下每一股 那每一股到穷了 礼拜五是破底的 那这里已经宣告正式跌破了 已经宣告正式跌破了 那再来再看一下这个 这是什么 废城半导体 那废半也宣告破底了 废半也宣告破底了 那这个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目前来讲 他第一点是多少 573 那这边第一点是多少 565 基本上纳斯达克还没破 差573 565 差不到10点 原则上下礼拜应该破 那这里再破 也就是 古泰觉得 还会再反应下杀个几天 所以呢 原则上 原则上 要反弹 你也要等到纳斯达克破 有破才有弹 没破都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 没理由 四大指数接空 都破底了 纳斯达克还没破 所以呢 纳斯达克下礼拜应该是 基本上一定是破的 一定会是破的 那再来看黄金 黄金这边也是一样 其实 不太需要看啦 这边黄金目前 这个是极短线的反弹而已 那再来看一下这个 造访页面不存在 就是这样 然后纽约清原油 油的部分也是一样 这个都还没看到一个 像样的一个指叠 那S&P500也是一样 这里都破了 都破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台积电 台积电冰孔 好不好 ADR这个 好这个大家就看过了 然后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我们来看一下 美元指数啊 这个很多人看到这个日线 这边回档 就以为股市要喷的 我可以干嘛 小压回了两根 然后再创高 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 所以呢 大家 古代其实在礼拜五的日盘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不要太开心 好不好 麻烦你 不要看到美元回档 就以为这边是底部 就以为这边是底部 影响股价涨跌的因素太多太多了 如果大家看美元就会赚钱了 请问一下谁来赔钱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古代 有跟大家讲 古代超单 做法 基本上都是这样 我就是全面性的综合去评估 影响股价涨跌的因素太多了 好不好 然后这是日经指数 日经指数也是破底啦 那古代那时候 我跟大家讲 日经指数在走一个喇叭状 喇叭状的形态 什么时候被破坏 这就很有意思 喇叭状的形态 只要他破喇叭的低点 黑的直接下去了 那就直接下去了 OK 然后韩国也是一样 韩国就一路续落 跟台股一样 好不好 然后再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其实陆股现在反而整个位阶来讲 看起来是真的比较厉害一点 然后再来看一下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目前也是快破底了 上证比较强一点而已 A50也是一样 A50下礼拜应该也是有机会去冲一个破底的盘 那我们看一下日本的一个SAMCO SAMCO也是一样 这个已经快要来到前破底点了 然后春田自动所被动元件 OK 这个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这个原则上不再就要看了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官股 官股呢 其实 领输啊 认输了 买了一二三四五六 买了六天认输了 而且官股在礼拜五是卖超 黑的标记啊 古代有跟大家讲 今年古代不管他买的 反正他今年怎么买怎么套 古代有跟你讲 今年官股卖超 古代一定会看 他每一次卖点都很准准到哭腰 真的准到哭腰 你看上一次卖最高点 然后接 然后卖又是最高点 卖又是最高点 卖又是最高点 真的很狂啊 礼拜五又是卖的 所以大家自己参考一下 今年官股买股都不太理他 那你如果真的想要低接 等他买个三四天再说啦 好不好 然后呢 今天重点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接下来的国际大事 我们先看一下十月份 十月份有哪些国际大事 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 先看十一月 十月 十月这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好看一下十一月 十一月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十一月 这是怎样 当日国际大事预告 没有 好吧 这边没有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十月份 十月份下礼拜 下礼拜三 留意一下 这个美国房贷综合数据跟ISMV制造业指数 采购经营人指数 那其他的 韩国的可以看一下 亚洲的相关CPI的一个数据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在礼拜四就公布台湾的 公布台湾的 大概三四会比较重要一点 三四五 三四五 下礼拜 其实 我大概觉得 也是多空非常 很恐怖的一周 很恐怖的一周 好 那 是怎样 好 那以下这个 衰退是什么 真的要衰退了吗 面对可能的衰退 我们可以做什么 就不要交易啊 做什么 好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家就自己看 原则上礼拜一就是ISM BMI的指数 那 礼拜五会比较重要一点 大概三四五稍微留意一下 三四五 这个大家就自己看 好不好 自己看一下 古泰就不看这个东西 我们看一下他的周策略是什么 复乖离过大 短线反弹再往 台美股皆破底 全面复乖离多大 短线技术面有机会出现支撑反弹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支撑反弹 可能还是在下半周 才有机会 可能还是在下半周 应该没意外的话 四五两天 可能有这个机会 可能有这个机会 你不要礼拜一就进去抢了 那个原则上 纳斯达克会破底 破底 破底完再拉上来 要抢再抢 没有破底都不要抢 台币短线贬值压力趋缓 金管会寄出现空令 好 现空令 等一下我们来讲一下现空令 有机会短线直稳反弹 短线出现利空不叠 市场情绪回稳 有望出现反弹机会 这个大家就看一下 好不好 好 那重点来了 什么叫现空令 来看一下 这个金管会这一次提出的 这个现空令是怎样 现空令 来给大家看一下 现空令前三次出手军建效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现空令 原则上 大家看一下现空令的内容 现空令的内容 现空令的内容是 盘中借券卖出伪托数 由前30天日均量30%降为20% 并将融卷保证金乘数 至90%提升至100% 正期一局表示 外资借券卖出比率明显上升是3.76% 而且整路担保率 净两日跌破160关卡所致 那上次限缩盘中借券额度 2020年降至10% 然后因为入股重挫 2016年提升至120% 轻微 然后2015年保证金提高 这个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那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这一次的现空 其实古泰觉得还好 古泰觉得还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空令出交 胜率超高 呵呵呵呵 好 来 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家就自己去看一下新闻 那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这个 他这边其实有提到 前者瞄准外资 后者针对散路 确确实实没有错 可是以散路来讲 我原本放空就要九成了 你现在多提高10% 对我来讲 你也没有什么用 对不对 我只是假担钱就去扛而已 我又没差 对不对 所以呢 后面我可能觉得 龙券保证金层数调整 基本上对于有钱的大户来讲 那没差 对不对 那散路本来就没什么钱了 对不对 你90%跟100%其实没什么差别 对大户来讲更没差 可是呢 外资这件事情 从原本的30%调降多少 原本的30%调降成20% 确确实实对于盘中借券卖出的一个委托数量来讲 这里确实有差 可是也没有差很多 对不对 今年古代就跟你讲 有没有发觉 古代有没有跟大家讲 今年的借券几乎创了 干嘛 新高啊 古代很早就跟大家讲 人家借券空多久 对不对 你现在记住的线空力 坦白讲也没有什么差 也没有什么差 好不好 所以呢 这次的线空 我跟大家讲 这次的线空坦白讲 古代把它比较定义 它是让大家看到政府 或者是金管位 有出手这个动作 那实质的效果如何 我们要观察 实质的效果如何要观察 那基本上来到这个位阶 来到这个位阶 其实 大家要去思考的是 这个 我觉得还是回归到个股 回个股这一档 目前的技术形态 还有筹码状况 那 古代也很清楚的跟大家讲 今年的下跌 今年的下跌 完完全全 跟闪户没有什么关系 闪户已经套了九个月了 你说今年的杀反都是闪户杀的 你们想太多 之前不是金管会有在说什么 要抓突鹰啊 干嘛之类的 古代也有跟大家讲 突鹰到底是谁 对不对 突鹰到底是谁 今年的龙圈 古代也跟大家讲 我个人觉得不是闪户空的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 今年的龙圈都是聪明型龙圈 对不对 那真正突鹰到底是谁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外资 对不对 这一路以来空了多少 你的借券接了多少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次的限空令坦白讲 古代觉得基本上是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基本上是没什么用 那可是你说从30%降到20% 还是可以空啊 闪户从龙圈的保证金 从90%到180% 还是可以空啊 那古代在这个前几天 特别录制的影片 在7月17号还有9月24号 我也有跟大家讲过了 进空令或者是限空令 下去 颁布下去 谁最怕 手上有大量筹码的人最怕 手上有大量的筹码最怕 这个营动不好 会杀更凶 会杀更凶 所以呢 原则上 原则上目前的限空 坦白讲 古代把它定义成 就是 让大家有看到 金管会或者是政府 有救世 出手这个态度 那实质的效果 古代觉得效果不大 你说这边 限空令搬下去 就会止跌了吗 古代 他也不这么认为 反而我个人觉得有机会加速外资借券 去放空 对不对 不然你 借券委托卖出的数量降了代表什么 我可以借的可以去空的数量减少了 可能有机会更加速外资 可能在这几短线的时间内 能空的 或者是看他不爽的 或者是觉得他现行就很弱的 或者是大家记得啊 我们今天什么时候会用到龙券 你会用到龙券 或者是戒券 代表什么意思 第一个 你要保护自己手上的部位 你现货太多 你保护自己 比如说我长龙有一千张 太多了 我会怕 那我就干嘛 龙券放空自己 对不对 你做一点避险 通常有这个避险需求 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你纯粹手上没有现货 你就是看他不爽 你觉得他会继续跌 全球股市下跌 他会继续跌 你就跟着空 原则上大概就这两种 啊一样嘛 古代有跟大家讲啊 净空如果真的 真的哦 现在是现空哦 如果现在净空搬下去 你觉得呢 谁最怕 谁最怕 谁最需要避险 谁最需要避险 这个大家要去思考一下 要去思考一下 好不好 所以这只的现空 古代觉得 基本上作用不大 作用不大 啊如果真的净空出来 可能 可能更不好 可能更不好 所以大家就要 自己稍微留意一下 自己稍微留意一下 好不好 这个古代暂时觉得 还好啦 还好 好 那这个大家就自己去看 好不好 自己去看 那古代还有什么没讲的 好 这里讲完了 好 那最后古代做个总结 最后古代做个总结 其实前面讲了很多 现在才是重点 原则上下礼拜 古代先跟大家讲 因为法人换仓 大家就看一下 古代切这个画面 法人换仓呢 在哪里 法人换仓在哪里 14446 加全指数14446 减掉1000点 13446 其实达标了 那九月份 在礼拜五刚过完 所以会形成一个新的乐手 那乐手 古代已经写在这边了 你们自己有工具的 只是自己在这边查就好了 有工具的自己在这边查 对 自己在这边查 乐手 14044 贵满的乐手在18236 那 台子旗的乐手在14027 古代这边已经写在上面了 已经写在上面了 那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那今年的换仓 坦白讲他只花了几天的时间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五天六天 他花了六天时间达标 台子旗更是 更是漂亮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诶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五天 六天 也是一样 对 六天就达标了 这次的法人换仓 古代有跟他讲 你如果 还是一样在那边拖拖啰啰 诶 那个叫什么 反正古代一样啊 讯号到了 你就把自己当机器人 该砍就是砍啦 人家六天都一千点了 爽吗 六天哦 人六天而已哦 六天一千点了 你又能耐他合啦 人家速度这么快 你又能耐他合 所以古代有跟大家讲啊 交易不要留恋 站上就是做多 跌破就是放空 就这么简单啊 支撑压力 一念之间一线之隔 支撑压力攻守误患 你不要不信邪 六天你只要有一天犹豫的 一天不出场了 不停损了 凹单了 六天一千点送你 六天就真的一千点送你 所以嘞 出手要快 要狠 狠下心 要准 自然你就不会受伤了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现在有一个很尴尬的点 那六天你了呢 才六天而已呢 六天就已经先达标了啦 台股还有三个礼拜哦 还有三个礼拜哦 台股还有三个礼拜 十月份才要结算 这个才一千点 一千点达标之后 还有三个礼拜要结算 这个真的蛮 蛮恐怖的 这个真的蛮恐怖的 所以呢 大家就特别留意一下 大家就特别留意一下 这个 你说会不会再来个一千点 那好像五颗零 好像有机会 所以呢 这个大家稍微特别留意一下 那原则上现在比较尴尬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有双十国庆 那国庆前叠到太夸张 我是感觉 国庆可能有人会去丢鸡蛋之类的 哈哈哈哈 我是觉得可能 这个 有人会不开心啦 所以呢 原则上啊 古代还是赞看啊 到底是双十节前谈呢 还是双十节后谈 这个 蛮难拿捏的啦 蛮难拿捏的 那十月份 古代还是目前哦 十月份古代还是看法不变 原则上 十月份应该有机会 做一个弹的动作 到年底应该有机会 做一个弹的动作 只是现在这一波的下杀 要下杀到什么时候 古代先用时间的规划 跟大家讲 双十国庆在十月十号 你如果下礼拜 礼拜五到礼拜五之前 跌到咪咪咪咪咪 甚至破万三 或者是破12682的时候 我觉得有人会去闹场 我觉得应该有人会去闹场 所以呢 原则上啦 那大家再去看一下 这个时间点 我们几个时间点来抓一下 这个是刚刚讲的外汇管制 我们看一下限空令 那限空令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限空令是十月一号可以实施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国安 我们再看一下国安基金 国安基金 国安基金什么时候要开会 看起来 新闻 国安基金立会 本周大事预告 看起来 提前一周召开立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国安基金说要召开立会 是在周四六号要举行立会 举行立会 那同时他也会揭露 国安基金这一次 到底花多少钱进场护盘 还有多少银蛋 可以对抗空投势力 这个在六号的时候 六号的时候会讲 好 重点来 上礼拜呢 已经召开了金管会 提出这个限空 我们现在讲的限空 它不是进空 它是限空 好 限空令已出 好 那六号呢 礼拜四国安要举行立会 礼拜 10月10号 10月10号要双十国庆 我们先 我们先不论其他国家股市 我们先不论其他国家股市 先跟大家讲 原则上 要做线 这一周的周线 古泰觉得他一定会做 理论上一定会做 你前面 1234 跌到迷迷妈妈 至少礼拜五 应该有机会 假设前面跌太胸 礼拜五会拉 理论上会拉 理论上会拉 我们先不论其他国家股市 大概 如果前面跌跌不休 大概四五 应该是有机会拉 应该是有机会拉 所以你空军 空军自己想一下 123如果有低点 你就自己看一下 要不要回补 或者是减 古泰觉得 就一个 就一个国安 还有政府的一个角度 应该四五两天会拉 应该四五两天会拉 这个部分是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可是这里的拉人拉多少 未必哦 基本上至少让全民有看到我有在户 有看到全民我有在户 那你说外资知不知道 他也知道 会不会外资趁这两天拉抬 又把他手上的货又倒出来 也可能有机会 所以呢 这边政府的户 大家不要奢望会谈多高 不要奢望会谈多高 你自己心里要有个地 自己心里要有个地 所以从时间的角度 大概是这个样子拉 从时间的角度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下礼拜 原则上 古泰还是觉得 有机会看到一个 因为美股可能还会再破拉 古泰喝个水 美股可能还会再破 所以以目前这样看起来 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 古代今天影片大概分两段 分两段讲 分两段讲 那原则上 原则上大家就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目前跌到这边 法人换仓都已经1000点都达标了 可是离 离这个 10月份 月选结算 其实还有很大段的距离 那美股呢 目前纳斯达克还没破底 所以纳斯达克在加进去破底的行列的时候 确确实实啦 古泰认为这1000点是有机会超过的 那古泰那时候也跟大家讲过 原则上 减1000大概是13423 那古泰跟你讲多少我会进 我跟你讲13300到13000 我也没有跟大家讲 这一波古泰反而 我没有跟你讲我来到这边就会进哦 我又没有跟你讲我来到13300 或者是到13000 这边我才会进 古泰会进这边的理由 古泰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我们以周线层级来讲 还记得上次古泰跟你们讲什么 上礼拜我有跟你讲 上礼拜我有跟你讲 我说周线这个缺口只要没有补 他还会再跌一两个礼拜 我跟你讲这句话 我有没有跟你讲这句话 有吧 那如果你上礼拜古泰每一部影片都有看的话 原则上你应该都不太会受伤 就算受伤盘中极短线 你也可以第一时间出场 那我们先不要看这个 古泰今天带大家来看月线 月线今年应该是市场上 古泰第一也是唯一 跟你讲说 今年的做线 它是两个月两个月跌 那你不信嘛 那是你家的事情 今年 自从古泰讲完 后来古泰在 忘记古泰在哪一个大师的节目 还有其他的节目 古泰也开始看到 有人用古泰讲的两个月两个月去看 那anyway 反正古泰的节目 反正都是 我本人自己的浅见跟想法 那你说谁操谁 谁负责谁 anyway无所谓 反正古泰看到什么 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什么 其他节目要用古泰的 古泰也很欢迎 ok 好 那这个想法呢 古泰也没有变过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好 呵呵呵 到底要点到什么时候 古泰也不知道 那原则上 原则上我先跟大家讲 这里有两大很重要的关键位置 大家要记一下 就是12682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12682 这个12682 这个12682 是从几年 是从几年 1987年 到现在 我们等了多久 这个12682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1990年 我们什么时候突破12682的 在2020年 2020年 1990到2020 花了30年的时间 花了30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用了30年的时间 才突破12682 我们先不管这个还原全值的东西啦 我们先不算这个还原全值的东西 我们用了30年的时间 才突破12682 用两年的时间 不是 用30年的时间 等这个12682突破 用两年的时间突破完之后 你现在如果又回来 代表什么意思 大家去思考一下 你现在如果又回来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 代表 消失的那两年 被偷走的那两年 也就是说 这两年的时间 完全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完全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今年 古代忘记是在5月份 5月份还是4月份 你手上有工具的同学 古代在帮你们上课的时候 我有没有跟大家提醒 今年12682你绝对不能再给我破 12682再破 等于 被偷走的那两年 那三年 等于这两年完全没有事情发生 你知道接下来 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你把月线图 你把月线图当成是 你平常在看的日线 这里会形成 假设12682破了 会形成什么 假突破 那通常 我们把这个 看成一个大的一个箱形区间的时候 假突破 假突破 只要成立 它接下来 我们不要看到下轨 不要看到这个区间的下轨 至少会回测这个区间的一半 会回测这个大区间的一半 所以 这个回测时间就要很久 你这个回测时间就要非常的久 所以 你把这个月线图 把它看成日线的时候 日线乘起的假突破 讯到成立 至少会回测这个区间的一半 至少会回测这个区间的一半 所以呢 这时候策略出来了 原则上 古代认为 今年 绝对 绝对 就算破了12682 他也必须会守 可是明年就不一定了 明年我可以让他破 明年可能会破 明年破12682的机会是很大的 大家一样嘛 再讲一次 出生 主生 跟末生 跌的时候 初跌 主跌 还有一个末跌 还有一个末跌 所以呢 原则上今年 古代再跟大家强调一次 今年到年底 今年到年底 原则上 12682 应该是会守 你如果以年底来看 10月11月12月12月 原则上12682 应该是会守 你如果以年底来看 所以呢 下周 接下来的两个礼拜 到10月 10月中 古代认为 古代这边在13000 在13000附近到12682 原则上 古代这边会 4G 4G 找时间 还有部位控制好 古代大概会 13000附近 古代大概会压成一层 然后来到12682附近 或者是127X多 古代可能会压个 压到两成 那这边买的股票 我希望大家自己心里要一个底 古代只看到年底 古代只看到年底 来到这边 原则上 今年 应该是不会让他破 这太破 黑马编算了 你知道吗 这里再破也不用悬了 真的也不用悬了 所以呢 大家特别留意一件事情 特别留意一件事情 刚刚 刚刚我们有看到这个 刚刚我们有看到这个 历年的股災 本益比来到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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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说 来到9倍本益比 12425 其实也是干嘛 也大概在接近这个位置 大概在接近这个位置 十年线 那边看啦 如果真的今年 跌到十年线 真的算机也要算啦 所以呢 原则上 这里跌到十年线 这边坦白讲很危险 因为12682一破 等于宣告 你可以把它看成 这两年就是假突破 所以 假突破 重回区间的时候 他就不容易再回去12682了喔 大家懂得意思啊 日线假突破成立 除非你12682这个支撑有效嘛 你如果12682这个支撑无效 要重新跌破 那就真的 未来要再看到12682的机会很小了 至少在明年你可能看不到 至少在明年你可能看不到 所以 接下来其实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原则上 萬三 跟12682这个range 基本上会是今年的底 理论上 会是今年的底 这里再破 等于 月K层级 这边出现假突破 那假突破 基本上啊 你要再回去就很难了 而且这边应该有机会来个连环杀 所以呢 原则上 今年的年底 大概 十月份啊 十月份的底 古代占看 13000到12682这边 假设真的有碰到他也会守 然后呢 可能 来做一个反弹到 选举 反弹到11月12月 年底 可是这里的年底反弹过后 明年 破12682的机会是很高的 明年再破的机会是很高的 所以大家自己稍微留意一下 大家自己稍微留意一下 古代一直做这个 假设明年没破 刚刚好 我们现在布局的点 刚刚好是相对的 那 大家要去思考 这边策略已经出来了 剩下三个月 剩下三个月 16682 你看大概在这边 大概在这边 好剩下三个月的时间 剩下三个月的时间 那古代这边要修正一下 古代这边要跟大家修正一下 剩下三个月的时间 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 古代现在画了这条上升趋势 先在这边 所以 接下来 古代那时候有跟大家讲 原则上到月底 或者是年底的时候 大概 紧绷 有机会看到一万五千点 或者是一万五千三 今天古代在这边 要跟大家做个稍微小小的修正 往下修正 三百点 基本上 紧绷 紧绷 可能 看到一万五千 一万四千七 到一万五 一万四千七到一万五 这样听得懂吗 因为 接下来在三个 三个月的时间 让他 让他去涨 去跌 Anyway 古代这边要下修 古代原本是 看十月份落底 落底之后到选举前 应该 顶多到万五 就差不多很紧绷 顶多到一万五千三 那一万五千三 大概是在这个位 一万五千三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一万五千三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那原则上 因为剩下三个月的时间 古代这边要下修三百点 所以原则上 古代原本是看一万五到一万五千三 现在看一万四千七到一万五 一万四千七到一万五 大概在这个range 所以呢 下半年 其实大家 你自己心里要一个底 假设真的有反弹 一万四千七 就差不多要紧绷了 基本上 可能连九月份 这个月K的高点 都不会过 大家懂的意思吗 所以呢 当然你自己心里要有个底 古代现在 对于未来行情这边 这边大概 你再画一下 大概在这个range 一万四千七到一万五 所以这波反弹 大家也不用太期待 古代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今年每逢大黑K 隔根都有一根红K 让你解套 你不解 你自己不处理了 你没有办法怪人家阻力 台股的阻力 你要说黑手硬坚也好啦 或干嘛之类的 都有反弹的时间 都有让你去处理的时间 你自己不处理的 古代也再次的跟大家提醒 你记得要处理 所以这一波 这一波跌下来 到年底 这一波跌下来到年底 古代认为 接下来反弹 只有三个月 这三个月的反弹 基本上 一万四千七到一万五 大概就紧绷了 大概就在这边 大概就在这边 所以 大家自己心里 自己要思考一下 你这边再给他三根K棒 他是多会喷 他是多会喷 所以 大家记得 自己特别留意一下 自己特别留意一下 那古代 基本上 会布局 大概就在一万三 一万三上下附近 到12682 到12682这个range 今年 我个人觉得 他会努力的防守这边 而且跌到12682附近 我相信操盘手也知道了 政府黑手也知道了 这里再不下去 等于这两年都白涨 这两年白涨了 未来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1990我们花了三十年的时间 才突破12682 你现在直接花了两年的时间 给我打回来 这时候又重回这三十年的区间 被消失的 被偷走的 那三十年 大家你知道要等多久吗 你知道你人生有几个三十年 你人生有几个三十年 这个大家要特别的去留意 特别的去留意 所以原则上12682 古代个人觉得这边一定会守 至少在今年一定会守 明年再破就无所谓 明年再破就无所谓 可是至少在今年到年底 我个人觉得一定会守 所以 原则上13000点 上下 到这个12682 这个range 古代会 干嘛 会在这边做布局 因为我们给他一个轨道 其实大概 这个轨道也大概在这边 那这个交汇区大概就在这边 所以原则上10月份 10月份这边应该是有机会拉一个 我先跟大家讲10月份 10月份这边应该是有机会盘中下杀 然后来个下引线 之类的 然后年底11月12月小谈 可是这里的谈 不会谈过14000基到15000了 大概会是这样 然后咧 再继续走下行 明年再继续走下行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自己要去思考一下 那一样明年继续走下行 大家要去思考 你如果像其他人一样 我今天买进去股票 20年都不用盯盘 不看盘了 无所谓 你要当存股我无所谓 因为 这一波的修正修正完 空头修正完 接下来迎来的是多头 对不对 空头修正完 迎来的会是走多头 一样嘛 多头 涨完 接下来迎来就是空头 空头只走了9个月 还有得走 所以呢 接下来到年底 古代要跟大家讲的是 你现在要布局的股票 你自己要去思考 我这一档股票 到底未来的前景趋势 值不值得 这时候就回归到价值投资 这件事情 你现在买进去的股票 你心里要有一个OS 我可能短线上会被套 而且这被套 一定是个套个半年之一年 有可能 有机会套个半年之一年 大家懂意思嗎 所以你自己心里要一个底 自己心里要一个底 那原则上下礼拜 股代还是赞看 还是赞看 下礼拜还是继续跌 那 跌到哪边股代会接 一万三 万三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会到 理论上是会到 万三到一二六八二 这边再跌个一千点 因为现在真的太早了 六天他就达标了 会不会继续再直接下去 是有机会的 可是古代先跟大家讲 从一个时间的推算 下礼拜如果有几跌 下礼拜如果有几跌 四五两天应该会拉 因为礼拜四 国安要开例行新会议 如果 我跟他讲 我们举例 我们举例 国安如果礼拜四 他不是会揭露 他护盘的金额 如果他这次说 他完全都没有护盘 他会被干掉 他完全都没买的话 他可能会被干掉 所以原则上 国安应该是 我个人觉得他应该 比如说他这阵子真的没买 可能下礼拜也会稍微买一些 可能也是这样 所以 原则上 原则上 国安现在在这个位阶 其实他进退两难 他真的进退两难 那原则上 如果下礼拜跌太深 跌破万三 跌破万三 基本上这边附近 我觉得 因为 要 有一定的浪点的空间 12682你一定要有浪点 你不能说我等到12682 我才要来护 那个有时候护不住 所以 通常情况来讲 13000碰到了就是警讯了 只要13000一碰就是警讯了 所以 原则上四五两天 我觉得国安应该会有作为 应该会有作为 而且又是双十 又是双十 所以 下个礼拜 其实 假设123跌跌不休的话 四五两天 大家不要贸然追空 我先跟大家讲 不要贸然追空 那四五两天 我个人觉得国安应该会出手 或者是 政府黑手应该会去出手 护一下下 至少做个限 这礼拜的周限 我个人觉得一定会做 一定会做 一定会做 所以呢 原则上 古台还是一样维持上礼拜的看法 加速下跌周 可是加速下跌周的初步 这边 如果再来个 因为美股还没破底 NASDAQ还没破底 下礼拜应该有些破底 所以台股来到13000 五年线的机会是很高的 来到五年线的机会是很高的 那来到五年线这边 古台还是会 刺激做布局 还是会刺激做布局 可是这里 大家买进去股票 你自己要稍微心理留意一下 你自己稍微心理要有个底 原则上 你可能要有放很长的心理准备 你要有放很长的心理准备 这个是必须要跟大家提醒的 好不好 OK 今天 古台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贵买 贵买日线 这礼拜五 确确实实 你看很多底部就是拉起来 很多有的拉到会涨停的 10月份 可能还是蛮多 小股票 会有这种状况 就是 让你感觉好像这个 这个盘没什么异样 可是呢 古台讲的是小股票 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震惊有赚钱的股票 人家现在都不要了 凭什么你现在没有赚钱活泼乱跳的中小型股票 可以在那边 活泼乱跳 再讲一次喔 现在震惊有赚钱 基本面也不错了 股票都跌到稀里哗啦 人家也不要了 人家也脱手了 凭什么你中小型 那些没有业绩 没有获利的 本业也不怎么样的小股票 或者是没听过的 阿萨布鲁的股票 凭什么涨翻天 大家懂意思吗 10月份 那你可能还是会看到 中小型的股票 有活泼乱跳的 可是一样 该停立 古台还是那句老话 该停立就停立 人家震惊的股票 人家都不要了 凭什么你的股票 那边活泼乱跳了 大家懂意思吗 所以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一样 这边 古台还是会择优布局好公司 你说台积电 古台会不会买 古台还是买阿 古台现在只能用名股买 基本上还有得跌啦 还有得跌啦 所以呢 原则上全球股市这样 基本上 大家一样啦 资金配置要配置好 比如说我原本有100万 你原本100万是一次压嘛 你现在可以干嘛 分批压嘛 你现在分就分批压 好不好 那古台跟大家讲什么时候才会压 反正古台有跟大家讲 一万三千三以下 最好啦 如果有来到一万三到一二六八二这段 古台会布局个一两成 可是这一两成 这一两成的资金呢 古台什么时候 古台看到什么时候 我看到年底 我看到年底喔 我古台看到年底而已喔 古台看到年底而已喔 明年 明年 大家就要去思考一下 明年可能 你说一二六八二会不会再来一次 会不会熟 这都是个问题 所以呢 大家就特别留意一下 那最后古台用这个日线 日线的一个初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波 你大概算一算啊 如果下礼拜或者是十月中来个数据 或者是等等之类的 一二六八二是可能有机会的 大家去看一下这一波 这一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波 16811.04 16811 我们来算一下 16811 16811 然后这边的低点是多少 13928 这也是2883点 好 那这一波呢 这一波 反弹上去 古台在8月19号跟你讲我放空 对不对 我跟你讲我放空嘛 在哪里 15475 大家有没有算一算 如果我们一个对称 对称的一个涨跌幅来讲 对称的一个涨跌幅来讲 这一波从这边下跌修正 对称的跌幅会在1265 12592 会在这边 12592 12592 12682 12592 12682 12682 再减800 会在12823 减掉800再减800 那假设 假设大概 古台目前看一看 怎么看 大概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区间 13到12682这段期间 13到12682 让你跌超过12592 来到这个区间 古台是会慢慢的折幽 慢慢的可能不隔一两成的资金 慢慢的可能不隔一两成 原则上年底会守 应该是不会破这边 这个再破下去 这真的不用玩了 好不好 所以呢原则上 大家就自己稍微留意一下 自己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 你目前啊 他六天就达标了 古台现在也傻眼了 因为 现在到10月19号 还有三个礼拜 我可不可以再来个1000点 可以啊 对不对 14423 减掉 1000 41 对不对 那你再减掉1000是13423 对不对 啊我们不要看1000 我们看800就好了 对不对 12623 12623哦 是有机会的 就是 基本上大概在这个range 所以 原则上下礼拜 我先跟大家讲 下礼拜 明天大家稍微看一下 明天大家看一下 这个盘前的小道 跟小那 盘前的小那跟小道 那原则上目前 古台 没有 一样啊 如果他能够来到万三附近 下礼拜如果有来到万三附近 是最好的 反正 大家先看 价格跟时间哪个先到 假设 123如果先跌 来到万三或者是12682附近 古台这边就会进场做布局 那如果下礼拜没有跌 假设说下礼拜还在这边 揉揉蛇 13299差多 132差多 131差多 还是在这边揉揉蛇的话 古台还是一样会在这边做布局 因为四五两天 果案要开 那离古台那时候的一千点 其实他也跌超过了 所以反正 大家记得 13300到13000 那如果更深来到12682 这里其实 大概也还好 你看13300 然后12 12682 这里的区间大概是五百 五六百点左右 古台这边会慢慢的 折优找股票布局 大概就在这个range 大概就在这个range 所以 下礼拜 古台暂时把它定义成 下礼拜 接下来一个礼拜 应该暂时有机会是落底点 古台上礼拜就跟大家讲了 落底点可能在西亚洲 你自己上礼拜乱接的 我也没办法 OK 短线上先这样看 好不好 年底的反弹 古台暂时下修300点 暂时下修300点 OK 所以这个今天要跟大家提醒 OK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最后用这一点时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古台还是要那句话话 该处理 要处理 那这是借券卖出的余额 那现在借券 我先看看 现在限空力一下 这个外资回补的力道 应该会更小 因为你现在借券的那个劝员都给我限缩了 对不对 你借券的劝员都给我限缩了 我更不会回补 我更不会回补 所以呢 所以说本地下礼拜的加工力道就会更强 所以这个大家就自己稍微留意一下 宏达店 郁金光 艾普 细创 建汉 敦泰 台拟金红 这个外资借券张数很多的 你自己要小心喔 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 然后这是上礼拜 借券卖出的外资空的郁金光 双红 胡莲 精彩 买正文同志 这自己去看看 好不好 这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这礼拜大户偷扫后的名单 然后散户万乐买的 那这是农券增加的 然后这是农资增加的 然后再来就是五日农资增减的比例 这个大家就稍微看一下 好 那谷泰今天录了两部影片了 因为刚刚刚好临时中断 所以谷泰就是想说那就拆两部 那原则上这两部 其实大家一样啦 下礼拜 原则上啦 底部谷泰暂时看 应该是这两个礼拜了啦 那 大家一样就自己资金分配啊 比如说 像谷泰自己来讲 比如说我来到万三 我可能会布一层 那来到12682 我可能拉到两层 来到 如果来到12682 附近 也就是万三以下 来到12682 谷泰会布两层 因为 这边是技术面 非常 月线技术面非常重要的关卡 这个每一手 大概就直接下去了 所以原则上 今年年底 基本上是不会破12682 这个再破了 你就不用算了 这个 这个 大家还是要自己稍微留意一下 好不好 我觉得暂时会守 那 来到这边急杀 正常来讲也会急谈 就算年底 会破 那至少来到这边 极短线也会谈个 几天 所以原则上 认真真的要抢反弹的 今年跌了九个月 现在卖入第十月 第四季 原则上 这边确确实实 古泰觉得 这边 你如果要跟着 古泰一起买 布局的 你自己心里要有准备 这边可能 有可能会短套 那你真的要布局的公司 至少要是未来趋势很明显的 前景展望还不错的 而且公司的体质也不错 有获利的 OK 这个大家要稍微自己思考一下 那原则上 下礼拜 应该理论上 万三五年线会碰 理论上五年线是会到的 那五年线一到 最好的讯号就是看断头 融资什么时候堆角 融资什么时候断头 那就是最好的讯号 好不好 融资什么时候追降 融资什么时候断头 那是最好的讯号 只要看到融资断头 古泰 反正 古泰已经跟大家讲了 来到万三到1268这边 古泰是比较偏多看 我会比较偏多看 我会比较偏多看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怕那个 布丁啦 布丁 要拿下来 那个撑不过去 如果来搞个合 合五啊干嘛的 那就比较麻烦了 那个就比较麻烦一点 那原则上 大家跌到这边了啦 你说要去杀滴吗 古泰也没有办法 给大家什么建议 那古泰只是跟大家自己 跟大家讲 来到万三或1268附近 古泰是比较偏多做 比较偏多做 那这里的偏多做 古泰反而不是做短线 反而古泰是不做长线 做比较长一点点的 做到年底 好 OK 极短线是这样 你说会不会来个崩碟 哈哈 来个崩碟 古泰也没办法 可是从技术面来讲 今年 就算有 曾经碰到12682 正常来讲 会坦啊 正常来讲会坦 OK 那原则上落底点 古泰还是估这个礼拜 这礼拜的事 基本上 应该是会做线拉抬的 他不拉 我觉得有人会去闹 所以大家就自己 稍微留意一下 好不好 OK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祝大家接下来找出顺利